甲状腺在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许多不同的代谢过程中都需要它。 不只能分泌甲状腺塑料控代谢,生长速率,还负责着调节其他的身体系统。 所以它一旦出问题,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。 根据报道指出,甲状腺最常见的疾病有两种。 1. 甲状腺功能抗禁症甲状腺过度活跃,导致激素生产过多。 常见的症状,燥热、健忘、饮食习惯改变、心率升高和心悸、疲劳、燥热、出汗、抑郁、焦虑。 2. 甲状腺机能低下症甲状腺活动力不足,无法产生足够的甲状腺激素。 3. 常见的症状,指甲脆弱、体重增加、肌肉筋鸾、颈部肿胀、疲劳、皮肤干燥粗糙。 甲状腺患者以下这四种食物不能吃。 3. 医糖罹患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患者,一定要避免含有精致糖的食物,因为含糖食物会导致胰岛素抵抗,降低体内的激素水平,最后会造成甲状腺损害。 2. 大豆患者在服用甲状腺药物后,至少要等待4个小时后才能食用大豆,因为大豆中含有大量的大豆液黄酮,会与药物起作用,导致甲状腺功能下降。 3. 咖啡大量的咖啡因可能损害肾上腺,同时也会干扰到甲状腺功能。 4. 油炸食品油炸食物中富含了反式脂肪,若与药物一起服用,会降低甲状腺药物的疗效,也会间接影响到体内甲状腺激素的自然产生。 以上这几点你都记住了吗? 甲状腺对体来说真的超重要。 一旦出问题,很可能可怕的疾病就这样找上门了。 千万要注意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